我們剛剛說 你看桃園這個案子 高雄也有 高雄你看星光輪 一船十二 這個感染源的足跡曝光之後 大家才發現 原來跟他接觸過有很多 包含在工作上的 譬如說上船工作 另外跟一家鐵工廠工作的 相關人員 結果接觸的情況之下 也確診 甚至有的人根本連船都沒上 他們也確診了 因為他們是職場上 密切的接觸者 好 現在我們等於是 海空都失守了 再來這個爸爸 因為他在散裝貨輪的工作區 他們在岸邊跟工人吃飯 是會有群聚的情況 但因為你也不能說他錯 指揮中心又沒有告訴你說 現在不要這麼做 再來發送了簡訊2到3萬人 港區擴大篩檢 但是這整件事情到現在 已經幾天了 你看這位爸爸是1月13 14上船工作的 然後1月15號出現症狀 現在我們才要開始來塞 所以其實很多人 已經在社區好一段時間了 很多人都認為說 在這一波的疫情裡面 整個中央政府 包括地方是比以前 就是說去年最嚴峻的時候 是慢了好幾拍的 所以不管是說西提這個案子 或是說高雄新光輪的這個案子 你都會發現 其實早就可以去塞 連王必勝自己 對於某一些的疫調或是框鏈 他都承認說什麼晚了 尤其現在變成說有兩條主要的傳播鏈 一個是從桃園這邊開始的 那就是從機場進來之後 然後在桃園社區裡面開始去竄 第二個就是高雄的新光輪 這主要是在南部的地區 然後現在群聚累積25例 都是全新Omicron的菲律賓豬 已經很確定了跟桃園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南部 是因為現在準備要過年了 所以很多的全台灣的各個流動 都可能會到台南 到高雄 所以說如果沒有趕在過年之前 趕緊把這些事情處理好的話 你知道嗎 我今天遇到很多 要回去準備過年的人 他們都在考慮 因為他們覺得說天啊 高雄的情況也變得越來越遠近 到底要不要回去過年 好不容易有年可以過 大家可以放鬆一下親友團聚 卻因為政府對於疫情的管理 似乎比以往來的更加的鬆散 而導致不斷的傳播出去 如果民眾有這樣子 心裡的想法的話 那我覺得對於政府而言的威信 會有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們是真的很希望 就是說除了桃園之外 高雄這邊你也要儘快 把情況穩定下來 但是我們也談到了 高雄跟台南之間 因為也會有去台南這邊 兩算生活圈很近 這時候黃偉哲也說 如果你這樣子成為破口的話 我們台南人都不會原諒你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了 就是說南部的縣市 民黨執政的縣市 他對於病人 他對於確診者的態度 跟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有很大的差異 藍營的執政縣市 或是我們藍營的民旗 我們當然對於政府的防疫措施 會有批評 可是我們從來不會怎麼樣 我們從來不會把責任 推給一般的民眾 可是你看到民黨政府 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如果你害的 我們都不會原諒你 講這樣子的話 或者是說先前陳其邁 在他的高雄 有人確診 連夜車子 載回去原本的地方 這種事情 他們都做得出來 送回他確診 被感染的縣市嗎 是 他是錢金 還有一張單子就寫說 連夜趕快送回去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為了說 讓自己的支持者 可能在地的民眾 或許他希望去討好 或許他覺得這樣子 可以展現出他雷厲的作風 但是實際上面 這真的是我們應該要對待 國人的態度嗎 看看新北市 看看台中市 看看台北市 對於所有不分縣市的確診者 我們都是用一個積極來處理 然後所謂跟大家 共存共亡的態度 可是同島移民 這口號是誰喊的 是民進黨的縣市 他們不斷在喊的 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在喊的 喊了老半天 同島移民 完全沒住